等於是你把工作表把它改一下 複製一下 按Ctrl鍵 把這邊改成VBA好了 多一個工作表 把它做兩邊區隔 這個VBA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幾個部分 我會希望說將來可以 假設這邊是 沒有的 我會希望以後我的工作可以是按按鈕就可以了 那這個按鈕當然我可以把它放在 比如說第一個是 我是寫了幾個啦 總共有三段 也許將來你也可以用插入 這個函數部分 可以自定一個 那這邊的話也許名稱叫做 一個叫什麼 刮弧 字串 假設我做了好幾種變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兩個 三個 基本上 這邊可以把它移到這邊 那我希望說 第一 我這個 光弧電的自串 我做兩種 一種是用公式的 一種不是用公式的 利用那個VBA裡面的那個 這個函數 另外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假設我今天做完之後 我希望把結果給清掉 然後重新再 也許有新的東西我可以重新再做過 那各位可以發現 第一個 這個公式部分按下去 它實際上就是把公式丟進來 這個 刮弧自串是指的是 裡面呢 它不是丟一個公式 而是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呢 再把結果丟過來 OK 兩個方法 應該看得出 兩個 這是差一點吧 然後還有一個清除 不外乎就是 這三個東西 當然最後 如果說你還要把它變化 是不是可以最好是 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自己定義出來的 你只要給它一個 一個 你要的東西 你沒有光 它之後幫你抓出來 當然也是OK的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該怎麼完成 這三個按鈕 那這三個按鈕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 當然先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 前面講過很多次了 其實制定功能表裡面 把這個開發人員打勾 第二的話呢 Visual Basic點開來 那我習慣先把那個畫面稍微縮一下 縮放縮小一點點 然後呢 記得就是說呢 它的預設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模組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模組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空白處呢 再開始把 我們要的東西寫上去 那基本上呢 我寫作的 流程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先 也許什麼都沒有 那我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我先 為了避免 等下重新再打過 我乾脆把剛剛打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 各位可以參考 那這個雲端上貼上本來黑白對不對 那我在那個Google的那個外掛 裡面找了一個叫做 CorePretty 這個東西 它可以怎麼樣 快速的幫我把那個 本來的程式 黑白的 變成彩色的 馬上就會幫我 格式化成你們可能比較 看得懂的樣子 然後自己再把這個字稍微 換個顏色 讓你們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好 這個部分的話呢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拿來參考 因為 如果你要自己打這些 恐怕要花很多時間 OK 好 那 第一個當然我會先做什麼 先做清除 所以這個清除 應該都還記得 插入程序裡面打個清除 按確定 清除 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中間自己要打 那這個我想這個比較是屬於基本 For I 等於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從哪裡呢 從 A 2 向下去追踪 追踪到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好 然後呢 把它的 B 欄的資料 Sales B Sales I 列的 B 欄 好 等於什麼 空置串 清除部分呢 就寫完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也許 會有 另外兩個按鈕 另外兩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可能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實際上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當我按一下它呢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 原來這個公式呢 幫我把它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丟進來喔 可是丟進來之後呢 它其實會幫你執行 也可以看到我們最後的結果 可是要如何把 公式丟過來 這個我想在 我們前一階段 上個學期 講的 蠻多這些啦 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可以再複習一下 那基本上的規則是 1 把清除給 複製 然後貼到底下 那把第2個2的話呢 把 這個名稱 因為名稱不能一樣 改成叫什麼 呃 刮鬍字串 然後 加個底線公式 因為這個跟 等一下那個 不太一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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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由那個公式而來的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公式 輸出到這個格子裡的話 至少呢 會有兩個規則 這兩個規則 1 記得喔 把這個 這個地方的公式 複製過來 複製 C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複製過來之前 你要先注意一下 1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請你喔 要把 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再貼過 第2的話呢 就是喔 如果裡面有 列號不同 比如說 第2列 有沒有有沒有發現第2列 切到第2個變第3列 那總共這裡面的話呢 有 有沒有 4個2啊 這4個2呢 你要全部改成i 因為呢 將來你要往下 它不可能永遠都是2 它一定是變3 變4 那這個變呢 其實就是根據i去變的 就變數嘛 OK 那我們會有兩個規則 你如果這兩個規則 記得的話 等一下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第1個 把這個公式複製了 複製完之後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如果那麼多雙引號要改成 一個變兩個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不如你就什麼 用記事本吧 貼上去 然後呢 編輯裡面不是有個取代嗎 取代就是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比較不會做錯 但是請記得 只要按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就變2個變4個了 4個變8個了 不對 按一下就好了 OK 再把這一個 Ctrl就把它複製起來 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把它關掉 或者 把它 然後 然後 再切到 VBA裡面 請你把它貼到 這個雙引號的 有沒有 其實就 清楚嘛 清楚本來已經有一個雙引號 你就把那個公式貼上 第一個就完成了 OK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2改成i 特別注意喔 這也是前面講過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endend 移到中間 再打個i 你不能直接把那個 2變i 不行喔 為什麼 因為 i是一個變數 不能直接放在字串裡面 一定要把它切開 才能放進去 好那這個地方 end 前後要加空格 好 這樣就完成 記得這個 這個我想是固定規則 你大概習慣之後 你就會 變得很直覺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後面看到的2 全部都複製成這個 Ctrl 前後雙引號 把它旋起來 貼上 旋起來 貼上 然後呢 再 選起來 貼上 好 大功告成了 就這樣子 兩個步驟而已喔 你不用太多 反正你就把這個做手就OK了 以後呢 如果你有公式 要輸出到 指定的儲存格 按下去全部都搞定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有沒有Walk 切到VBA 我剛剛是多一個這個對不對 然後那你也可以加個按鈕 不加按鈕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執行 我們來試一下 直接按執行 優标放裡面喔 OK有沒有 這個應該沒問題了 全部都幫你 你其實他做什麼 丟過來本來是 兩個雙引號 他會幫你轉成一個 他就固定規則 然後呢 裡面的2有沒有 會變成3 變成4 一次類推 那這樣子呢 就完成那個 我們的刮鬍公式 這個我想 這個入門班裡面 學的蠻多 這已經做很多次了 你應該要 理論上應該要熟悉啦 如果不熟悉 記得一定要動手做 再來的話 我們做完了這個 之後呢 還有一個刮鬍自傳 這個其實就是 不是用 丟公式 而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VBA裡面的 VBA裡面的那個 把Ctrl C 貼上來 其實就是這樣貼啦 然後把這個拿掉 名稱不能一樣 上面這個名稱 那我們需要改哪些 把這個公式 把它 delate的掉 這個後面 留 先留空字串好了 其實就清楚了 然後呢 要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 其實後面呢 我們剛剛用的 1234 其實這四個步驟 要把它 其實變成VBA裡面 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裡面用的是 Fy函數 可是Fy函數 在VBA裡面沒有 它換了另外一個名稱 它叫做 我習慣用那個 INSTR 就是這一個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等一下也是分 第一個步驟 找到錢刮鬍 第二個步驟 找到後刮鬍 第三個步驟呢 再把這個刮鬍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呢 如果裡面找不到刮鬍啦 其實應該說裡面沒有刮鬍 那沒有刮鬍那就不需要去切字串嘛 所以就要跳過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會有四個步驟 然後呢 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VBA 這個可能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我想你們先 試著把這邊先做完好了 1跟2做完 等一下再來看3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記得VBA 像這個就是 記得 開啟那個開發人員的 Visual Basic 記得就是 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那剛剛那兩段 其實還包含剛剛那 第三段 程式碼也已經在 雲端上面了 你當然你可以 自己先 最好 能做自己就先做過啦 如果不行的話 先call我的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最後 一定 記得要動手做啦 你如果不動手做這東西永遠不會是你的 你永遠沒辦法說很流暢的把一個事情解決 那實際上我們會用這些方法不外乎就是以後你如果遇到類似狀況 剛好 初宣課裡面有部分的資料是你要的 部分資料不是你要的 那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那就只能夠 用老方法了 那那個方法絕對是 不好的 不是那麼好的方法啦 因為這是浪費時間的方法 浪費生命 所以你要學一點 可以讓你的工作更加愉快 然後可以找一點下班的方法 當然階段性的 至少第一個啦 你說VBA你不熟沒關係 至少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進階函數那個file函數 你至少以後用看到 馬上可以把它用出來 可以流暢的用出來 那很恭喜你 工作至少 還 不是屬於那種 土法煉鋼的 那再來如果可以的話 再進階 把VBA這個部分 給熟練了 我想 那那以後 這如果你可以把VBA熟練 我想你工作上面應該會更加的得心應手 因為 時間效率上面 應該會大大的 這個提高 那你會發現 這個你工作會變輕鬆 而且時間會變多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喔